我們看第七題 它說介面互相平行的六種介質如右圖所示 若光線自N1這樣射進來 則可能發生全反射的介面有哪些 好,所問看,A有沒有可能? 有啦,因為在折射裡面要大 這有可能產生全反射 A有可能 如果A到B沒有產生全反射,進去 進去以後,在這裡有沒有可能產生全反射? 我們就把它縮短 我看喔,不行 因為如果進去以後已經沒有全反射了 那沒有全反射的話,從這裡到這裡有沒有辦法產生全反射? 有可能,為什麼? 因為它的折射力比較大 所以B也有可能 B也有可能 不過還要判斷一下就是說 它到這裡有沒有可能產生全反射? 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B是有可能的 我們看看C有沒有可能 如果這裡沒有全反射,這裡沒有全反射 進來以後,這裡有沒有辦法產生全反射? 不可能,為什麼? 因為它的折射力比它很小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 再來1有沒有可能? 1就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不論哪裡縮短的話 這個每個折射力都比1.0大 所以這個有可能產生全反射 所以有可能產生全反射 所以有可能產生全反射 就是AEB和E 所以答案是AEE 對方已經成反射 這裏是關於 FB的 你不可能產生全反射 所以我可以選擇 對方的一種反射